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的軍武器言 我們節目主持是Larry 這是世界復慧消息的情況 也知道大家看奧運,但記得一直支持香港隊 支持香港,支持軍武器言 這一節的世界復慧消息 首先第一項需要說的是美國的自由航行 在南海也執行已久 尤其是這幾年由特朗普到現在 執行自由航行的力度沒有減弱過 甚至拜登上台之後 政府依然維持著南海自由航行的力度 當然今次其中一個報道新聞 又是關於南海自由航行的情況 首先大家會看到DDG65 我們叫做BENFIT 這個頒覆號今次又穿過了台灣海峽 你可以看到今次美國第七艦隊 他在今天宣布了 USS BENFIT DDG65 就是台灣時間 昨天28日 例行通過了台灣海峽 你也看到這次是拜登上任以來 美國軍艦第七艦隊通過台灣海峽的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美國現在到7月有7次穿過了 到12月是否有12次呢? 我們去計算一計算 其實一個月有時一至兩次 穿越也不出奇 所以根據這個計算 去到年尾的時候 大概11至12次 穿越台灣海峽都不時蒙 但如果你要超過以往 例如去到Donald Trump 2019年 沒有記錯 大概2019年的時候 當時穿越去到13次 這個紀錄是否會打破呢? 我們必須要觀察 但我們相信 應該有限度維持著 大概11至12次 這個威嚇的次數 應該都相當足夠 當然如無意外 如果你說還有其他意外出現 例如說 有更多事件發生 美軍需要更強威懾的情況 才會出動到 穿越了台灣海峽的12次 即到13次紀錄 我們立刻觀察一下 也是經常看一些政治分析 我們也要明白一個概念 之前明教授也講過 一個叫黑道概念 也是可以在國際關係之間 如何升級 即事件如何升級 是有一個秩序 有一個緩急情況 大家可以當下學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最後會升級超過13次 Anyway 我們會看到中國外長王毅 現在也沒有空 他現在正在見到塔利巴 認親認識 大家做朋友的時間 你看到美國又派第七艦隊穿過台灣內峽 王毅又沒有空 但他沒有空 就似乎有一個人想幫王毅出聲 這個叫胡錫進 當然胡錫進 他來到又說要把解放軍打到美國的屎滾尿流 這些經常性都會出現 不過說到這麼低俗 並不是每個人有收入的編輯都能說出這些東西 但就算自己 他們家裡 中國門口也會有人 看見他都是不齒這種說法 但我們觀察一下 今次 這個穿過這個圖案海峽 我們覺得是有一定的意義 因為最近大家發覺 很多艦隊的勵勵都會穿過南海的情況 包括德國會遲一點派一個軍艦過來 法國已經派軍艦 今年進入了南海 亦有與日本 美國、日本、法國做了聯合演習 甚至乎誇張得試過進行漢戰的演習 你想想在東亞地區有什麼地方要進行漢戰 劍指中國的意味非常濃厚 法國以往,江澤民年代都是中國朋友 可能來到這個時候,馬克龍和習澤 可能就沒有那麼朋友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些位置 真是全球圍著中國海軍擴展的勢力來打 在外交牌上,事實上是蝕仗一點 你們又看看胡錫進說什麼 胡錫進通常都是那幾個月 中國如果可以對抗美國其中一個就是導彈 包括東風快遞 東風快遞可以全面發揮攻擊來臨南海美軍的大型艦艇 當然他說的大型艦艇的意思肯定不是只指DDG 是會再劍指更加大噸位軍艦 例如巡洋艦、CG 或者我們說到兩棲攻擊艦 例如我們說美利堅號 甚至乎去到過十萬噸級的超級航母 例如我們說尼米茲級 或者甚至乎將來有機會過到西太平洋的福特級 但是你這樣說當然 是不是真的會發生呢? 即是他們自己國內網民都說了很久 尤其是國內河南那邊的問題 胡錫進上次都是失言的 又說別人的國家就是人和自己國家天災 有時不出聲就好 我們看回這次去到七次穿越了台灣海峽的位置 前六次的時間是由2月4日開始 當時是John McCain,DDG56 接著是Curtis Wilber,2月24 2月又穿過兩次 3月一次是John Finn,DDG13 4月7日又輪到John McCain穿過路 DDG56 5月又一次是Curtis Wilber 接著6月22日又是Curtis Wilber 根據這個走勢 Curtis Wilber應該接下來不穿越了 應該要交給其他男艇 但John Finn應該走人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John McCain很有機會 接下來要繼續穿過這個位置 或者Benfit 你看看 他上次穿完西沙 今次又穿過來這邊的台灣海峽 然後回去 你看看他們的軍港滑水河邊的情況 另外 正直 即是現在我們說的伊利沙伯女王 他們的打擊群也穿越了南海 之前和新加坡那邊做了聯合軍演 然後 基本上都浩浩蕩蕩蕩 就像Anson 所說的 真的向著韓國那邊直向 道理上他現在就進入了南海 但他現在正式的位置在哪裏 我們都需要觀察 即是要更多消息去確實他現在的位置 但是很有機會 會遇上中國在南海巡役的軍艦 其中一個軍艦巡役的話 包括我們說的052 或者054等等這些軍艦 甚至乎056 有沒有機會都會在西沙沿海附近那些地方遊役 我們繼續觀察一下 即是在南海上面 中國英國的軍艦有沒有機會呢? 余Sir 亦都這樣說 現在美國的軍艦 大家看看USNI的Fleet Tracker 你就會發現到 大型的船隻就沒有了 這份美利堅號也過了去 滑身軍都澳洲那邊做演習 所以現在的船其實真的沒有了 基本上只剩下DDG了 所以要過來台灣這邊震一震 另外真的靠伊利沙伯女王號 伊利沙伯女王號 似乎美國的DDG也好 航空母艦的打擊群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幫手 因為他可以肩負著任務 例如之前我們說的艾森豪威爾號 在那邊也相當疲累 伊利沙伯女王號 幫他負責打擊一些 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 空中打擊力量 你也看到他們兩個中隊 包括他們的VMFA 即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裡面 威克島復仇者 以及他們自己的DAMBusters 617中隊的威力 也看到英國似乎現在 航空母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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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 即是太平洋裡面的一個非常好的搭檔 好,我們又說說另一個消息 另一個消息是關於美國和格魯吉亞 講到格魯吉亞 我都知道大家知道 首先這個地方的咖啡挺有名的 除了我小時候認識咖啡出名之外 他們和俄羅斯之間的鬥爭也非常激烈 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也有戰爭 你也可以這麼說 俄羅斯覺得格魯吉亞吃硬 所以格魯吉亞長期以來 對著俄羅斯都是苦不合眠的 我們亦跟大家說說高加索地區 三小國 即是格魯吉亞、阿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他們三個小國其實被區域外面三個大國籠困著 包括土耳其、伊朗和俄羅斯 最近阿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都爆發了衝突 阿美尼亞有三個士兵被阿塞拜疆殺死 但是俄羅斯也叫他引起身性 你也是和別人簽和約算 你見到是不是真的現在的三個國家裡面 似乎阿塞拜疆就停止阿塞拜疆 俄羅斯也是傳統的停止阿美尼亞 是不是俄羅斯無力?土耳其得勢? 這些我們都繼續觀察 大家不要覺得土耳其和俄羅斯之前好像很朋友 好像沒什麼其實相當多暗勇 包括土耳其又賣他們的無人機去烏克蘭的地方 俄羅斯當然是抗議,但抗議無效 因為賣軍貨大過天 殺人短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 你不讓他賣軍貨 土耳其真的不會當你大哥 我們又說回來 格陸吉亞其實現在都很渴望加入北約的成員 如果他可以做到北約的成員 其實對俄羅斯的威脅就相當大 而你說格陸吉亞和烏克蘭來算 格陸吉亞似乎入北約更加合乎北約的利益 因為如果我們說到高加索地區裡面 如果有一個這麼重要的支點 格陸吉亞的話 加上土耳其暫時還未抹面 還是屬於北約的成員之一 其實高加索地區牽制著俄羅斯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加上身仇舊遠 土耳其如果真的看俄羅斯不順眼的話 基本上在地中海沿海一帶 俄羅斯的海軍基地也好 其實都面對著土耳其截斷部級線的危險性 所以大家都能夠觀察到 美國今次乘規而入 和格陸吉亞一些北約成員國 格陸吉亞和美國其他的北約成員國 會在星期一開始到六日時間 下個星期時間舉人一個叫做HU Spirit 你可以譯造的叫做敏捷精靈 這個敏捷精神也可以 一個跨國聯合軍演 今次格陸吉亞可以說是精銳進出的情況 他們真的嘗試和北約成員國試試一個磨合 試一個合作 包括派出了15個北約成員國 加上2,800人的軍演情況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少看這件事 真的格陸吉亞你看見 他們全部精銳部隊都進出 包括他們會進行一些實彈射擊訓練 和美軍也進行一些醫療訓練 例如如何治理傷兵 甚至乎在大要之中操演 整件事上很有戰時的感覺 非常認真去操演 這個操演在2011年的時候 在格陸吉亞也有做過 當時的國家也不少 但今次就比較多 例如主要北約成員國 包括德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 烏克蘭、波蘭、立陶宛等等 他們都有來 當然如果我們看回 烏克蘭就不算北約 但烏克蘭也是在這個地區裡 一個很重要的成員國 參與今次的訓練 很多人都說 烏克蘭能否進入北約 真的要看美國的取態 美國在北約來說也算是大股東 所以它的取態對烏克蘭來說很重要 而烏克蘭近期 它的外交也要做得積極一點 能不能跟土耳其再結盟 再做多些不同的生意、貿易等等 包括他們的無人機 這件事俄羅斯會比較虧張 因為俄羅斯本身 近期也有發展一個無人機 但以量產和數量來說 暫時都不會特別多 所以在無人機大戰裡 土耳其如果肯背景烏克蘭 如果雙野價格不斷提供烏克蘭的無人機戰鬥威力 事實上也可能在戰場上拉回少少軍勢 所以我們也積極觀察一下 今次的軍議會帶來有什麼不同的情況 另外也有關注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奧斯丁 他最近很忙,周圍飛 剛剛才結束了新加坡的行程 他剛剛很勤契 去到越南的河內 與越南展開兩天訪問 與越南的防長潘文剛舉行一個會談 究竟說什麼呢?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武肺 現在究竟對越南的衝擊如何 第二個當然也會討論一下 雙方如何在軍事安全領域中合作 包括一些歷史問題 例如有沒有辦法可以幫助尋找 以前越戰美軍一些遺骸的問題 如果這個能做到 當然有外交上的意義 也會令兩個關係再破兵 再破多一點點的情況 當然奧斯丁去到河內一定會做一些參觀 包括去看以前的北越關押這些戰俘監獄 去看當年戰爭的殘酷情況 以及我們也相信雙方有一些歷史因素 包括一些越戰為流事項的諒解備忘錄 都需要兩個防長簽一簽的情況 包括其實越南以前越戰之中 都受到很多越戰為流的問題 包括一些自然災害 以前是說他們落產劑 令到當地人員受到很大的傷害 自然環境一樣都受到很大的傷害 另外這個訪問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專家發表他的意見 包括CSIS那邊也有個專家叫做Grad Poland 他表達越南其實是希望美國有機會存在在南海 但當然又不敢主動得罪大陸 但越南其實現在有沒有機會得到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支持 包括一些巡防艦 接下來可以來到南海這邊 一些我們經常說的Petrol Boat 或者一些Cutter 如果可以來到南海這個地方 你說去到南海當然是LCS 或者我們說一些小小小噸位的船 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以自由航行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勉強究 至少可以對中國的海軍和海警船和海上民兵 至少以低烈度的鬥爭來說都可以頂一頂 但始終美國和越南之間有些介替 包括他們的政治體制不同 以及人權狀況 始終越南政府都不屬於西方民主社會的範疇 所以能夠談到的事情 暫時我們看也有限 另外我們鏡頭一轉 就去了南韓這一邊 南韓最近和北韓那邊相亦有些熱線 兩邊可以博通 回復一些他們之前的溝通的熱線 他們的熱線之前應該被禁止了 基本上相隔了413日後 現在重啟了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南韓的外交部長鄭義勇 他也有看到 接下來的恢復熱線對大家的好處 推動兩韓半島和平的關係 但我們主要去看如果熱線通 理論上局勢好些 北韓是否需要繼續試射遠程飛彈 或者一些核試驗等等 有機會熱線通過之後 大家溝通多了 進行的次數或者頻率或者烈度都會低了 所以對南韓來說 不只是表面姿態不簡單 理論上對南韓的國家安全 會帶回少許保障 所以我相信鄭義勇 接下來有更多文宣工作 接下來要處理 繼續去做 南韓就是這樣 其實日本又要和美國這邊 又要談話 包括拜登政府也好 他又好像特朗普似乎 他似乎都要求日本負擔 駐日美軍一些駐附附的經費問題 這個其實不一定每次都沒有爭拗 這個基本上都會安排 夠不夠便會談一次 也會看看2022年開始 即是不同的駐陸經費的分攤比例 當然理論上我派兵來保護你 理論上你去分攤也很正常 日方經常會有些體貼費 但日方表示未必可以大幅度增加金額 究竟金額應該怎麼定呢? 理論上每五年就談一次這個情況 接下來會到三月的時候就到期 所以也要談 談之後究竟應該要怎麼處理 原本今年三月到期就退到夏年一月之前 跟這個沒有費的情況應該有關係 所以接下來八月左右 我想也要談 因為一談都談幾個月了 比例問題是 我相信日本以日本過往的情況 都是會加少許的 但是沒有費情況 有沒有機會重創當地經濟 令到駐留費用的負擔比例沒有辦法增加 或者加少許 像正式的情況 我們也會觀察 但就算無論加多加少 也不會影響現在日漸加強的日美同盟 甚至乎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有沒有機會 日本來近會慢慢由日本的智慧隊 證明做日本的軍隊 這一個Transition 其實美國裡面擔多角色都相當重要 所以日本就按理論上都不會得罪 另外說到直升機這邊 直升機也有點麻煩 包括伊拉克那邊 伊拉克那邊最近有一個軍用的直升機 飛行途中 這個就墜毀的情況 在伊拉克北部一次作之行動中墜毀 機上五位人員全部都陣亡 暫時還未知道 究竟這個直升機純粹是基建技術故障的墜毀 還是被一些分子攻擊 例如一些民兵攻擊 然後去墜毀 暫時未知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都會繼續觀察 因為伊拉克畢竟 美國都說到年底之前 或者年底大概的時間 真的會撤出伊拉克 現在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 需要徹查 究竟是否真的有國內一些反對的勢力 或者一些恐怖分子蠢蠢欲動 一聽到微軍要撤走 就開始進行動 像塔利班一樣 這個也是需要大家值得觀察的地方 說起直升機 也不是只有伊拉克 即是黑開一條路 你看到中東這邊 今次是來自於以色列 今次是以色列的阿帕奇直升機 講到以色列的阿帕奇直升機 H64這個雙座型的攻擊直升機 在25日的時候 在約旦河西岸附近要逼降 在公路上降落 人和飛機都沒事 似乎飛機也沒有損壞的報告 是否有些技術故障呢? 暫時看應該是 最後兩位飛行員確定 飛機應該沒有辦法再飛 飛回機地也沒有可能 於是進行逼降 然後要叫人過來幫忙做 逼降公路也是正常 因為公路是一個平坦的路面 即是叫做一個理想降落的地方 很快就用無線電 通知維修人員過來逼降點 進行長壽 大家會看到 會被民眾拍下這些照片 即是一個很珍貴 突然看到直升機從天而過 所以有些小朋友 就立即拍照看一看這個位置 阿伯奇當然是一個重型攻擊直升機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 他們的陸軍 或者他們以往不同的軍種 都是非常流暢的 我們繼續觀察 希望阿伯奇直升機 要查出原因 究竟是甚麼事? 需要停飛等等? 然後全市檢查 現在以色列阿伯奇直升機 究竟後期維修的部位有沒有出錯? 還是純粹一次單次維修的問題? 基建故障的問題? 好,這節就是我們的世界發財消息 一節的軍務快訊 大家如果喜歡記得收聽廣告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頻道 課金可以有恒生銀行、Payme和轉數快 另外大家可以多點留言、lik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好,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節目中 最終大家再見 拜拜